第194集 白师祖猝着嗓子道 你还嫌害着我不够吗 今日我死了 天下人会如何耻笑你 白木槿回头看了他一眼 嘴唇轻轻牵出浅淡的弧度 像是在笑 白木槿回头看了他一眼 却显得很苦涩 并没有和白师祖辩解什么 转而对皇上道 皇上 臣请皇上法外开恩赦免您过功 父亲只是被人蒙蔽 才会铸成大错 白师祖的尖酸刻薄还在脸上 恶毒的恨意还留在眼底 却突然像是定格了一样 他在怀疑自己的耳朵 这个时候正该是落井下石的 毕竟今是自己所作所为 皆是要置他于死地 他怎么可能向皇上求情呢 就连皇上也觉得自己听错了 安平郡主 你真的要替宁国公求情 臣知道 皇上或者父亲都不会相信 臣是真心要求情 但是臣真的不愿意看着他死 正如父亲所说 养育之恩大过天 说今日 臣不为父亲求情 那日后 必说世人唾骂 他自然不是怕世人唾骂才求情的 今日皇上也不会动了心思要杀了白师祖 因为他知道 祖父当年献出军权之后 曾和皇上有约在身 白家可以从此淡出 但是皇上要保白家子孙安宁 老国公当年为皇上也做过不少得罪人的事 假之他军功赫赫 却甘愿谢家 让皇上以他做表率 同时收回了不少军权 所以这点要求 皇上自然是毫无负担地答应了 他才不会傻到 自己逼迫自己的父亲死 然后还被白家老太太过来 求了皇上回心转意 那才是大笑话 如果他所料不错 白老夫人大概已经离白虎堂不远了 皇上眯着眼睛 似乎想看清楚白木槿的真实想法 可是那双眼只是漆黑如墨 看不出半点的虚实 难道你的父母想置你于死地 还口口声声说你不孝 逼得他们不惜犯下欺君之罪 也要将你入罪 你也愿意求情吗 白木槿没有半点犹豫 郑重地点点头 陈是不是孝顺 相信日后定会有定论 父亲一时遭人蒙蔽 遇着父亲的纯慎 根本不可能想出这一连串的轨迹来 所以陈请皇上赦免父亲 并且查清楚 到底是谁在背后 只是家父来陷害陈 陆老夫人沉沉地叹息一声 唉 静儿啊 你怎么还说他纯善呢 若真的纯善 怎么会做出这么混账的事啊 岂不说你母亲为他生儿育女 最后死在颤房里的事 光凭着他这么多年来 对你们芥蒂不闻不问 甚有你们遭人欺凌 他也不配为人父 外祖母 他到底是我的身父 此不言富国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哎呀 你怎么就是不听劝呢 他这样的人 是不会感念你的善良 今日 他们夫妻得不到诚挚 日后你的苦日子 就无穷无尽啊 哎呀 外祖母 锦儿知道你心疼我 但是仁伦笑道 锦儿即便有天大的冤屈 也不能不顾是人的眼光 哎 罢了罢了 你有自己的主意 我也不能强勉你 不过 这陆氏 今日若不自贬为妾 我就对不起你死去的娘亲呢 她当日只是为了你们姐弟能够得到善待 才委屈求全呢 陆老夫人关于这一点是丝毫不肯妥协 白木槿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 陆氏与她关系不大 继母虐待原夫人的子女 天下人可不会因为她站着继母的位置就能够宽容她 皇上听了白木槿的话点点头 安平郡主身名大义 朕也倍感欣慰 殊辞 就免去你父亲一死 但是他不能继续做国公了 就将为宁侯 算是对他欺君之罪的法外开恩 皇上的处罚也的确很轻很轻 欺君之罪不仅没有杀头 反而只是将决一等 白木槿内心冷笑 老国公爷当年的谋划果然起了大作用 不过他要看看皇上能够容审白家到什么时候 从此以后 白家的厄运将会接连而来 总要他们自毁长城 才能够让皇上不顾当年老国公的功劳 痛下决心 白氏祖见自己从鬼门关溜达了一趟 竟然又回来了 而皇上只是选择了将决这么轻的处罚 他是欣喜不已 连忙叩谢道 臣妥协皇上龙恩 无还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要谢 就谢谢你有个好父亲 还有个好女儿 日后定要以此为戒 再有刑查他错 朕绝不会轻饶 皇上对白氏祖可没有好脸色 为了老国公的托付 他才选择亲拿亲放 但不代表他真的是宽恕了白氏祖 白氏祖赶紧接过话道 臣必定安分守己 雪不敢再犯 白氏祖的心回到了肚子里 他明白皇上的意思 却是看在自己父亲的面子上 加之白木槿又不愿意追究 才会如此轻判 可是他对白木槿并没有多少感激 这不过是他赦于天下悠悠众口 才不得不为他求情罢了 恰好此时几个老头子也将东西捧了上来 启离圣上 这封信的确是十年前所写 从纸张的陈旧度 还有墨汁都可以看得出来 绝非作假 陆氏瘫倒在地上 脸上的汗水淋漓 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当年陆婉晴竟然发现了自己和白氏祖的事 还能容他留在白家 并且向老太太求情 让他成为济世 在他看来 自己能够坐上国公夫人的位置 全是自己聪明 苦心谋算的结果 怎么可能是陆婉晴临死之前帮他达成的 这不可能 陆婉晴那种蠢笨如猪 不知事事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看穿自己 她明明将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 就连自己早就在婚前有孕的事 都很好地瞒了下来 陆氏怎么可能明白 一个女人其实不需要任何证据 就可以发现所爱的男子是否变了心 既然发现了 要想找出蛛丝马迹 又有何难 往生冷冷地瞪着白氏祖 骂道 一句话就罢免了白氏祖的官位 而且恐怕只要皇上在位一天 他都难有出头之事 白氏祖心灰意冷道 臣 谢主龙黑 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 陆氏 若不是这个女人 她怎么可能丢了国公的头衔 又丢了官位 从此再无出头之日 她才三十多岁 正是要大展宏图的时候 竟然就必须要贤富在家 陆氏知道她今此过后 不仅要贬为妾 还要失去白氏祖的欢心 这才是最致命的打击 因为当了妾不可怕 她总有重回七位的一天 只要白氏祖的心 还在她身上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可是看了白氏祖 那横横的眼神 她就明白 除非她有办法 帮白氏祖重新入朝为官 不然这笔账 都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而白氏祖也会因此而厌弃她 不需要陆老夫人再说什么 皇上就已经开口下了旨 陆氏婚前 与姐夫私通 视为不真 不经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只能当妾 自此以后 你就只是白氏祖的妾室 至于七位 朕听闻白侯 还有一房平妻 是白老夫人做主媒的事吧 白氏祖点点头 想想之前 自己一直冷落了穆心平 顿时感到有一些愧疚 比起陆氏接二连三的 给自己带来祸事 穆心平倒是取义迎合 自己对她冷淡 也没有丝毫改变 啊 那就得了 也不必续玄了 你的平妻 就做正妻吧 皇上淡淡道 他可没心思 继续理会白家的烂摊子 陆氏哭哭啼啼 白芸汐却如遭雷击 她成了妾室所出的女儿 从嫡女变成了庶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振振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再看看父亲 摇了摇头 不愿意接受事实 她哭着求道 皇上 臣女不服 家母明明是父亲 明媚正娶的姬夫人 怎么能贬为妾呢 她再如何 也是陆家女 陆家女 怎能为妾 皇上皱着眉头 对这个故作柔弱 其实一肚子坏水的丫头 一点好感也没有 想误导 你这是不服朕的旨意 想要抗旨吗 白芸汐惊恐地摇摇头 抗旨那可是死罪 可是不抗旨 自己从此以后就成了庶出 在天元 庶出之女也就比奴才稍微高贵那么一点 若不得敌母的宠爱 以后也就是随便配个低门小户人家 或者如她母亲一样 去做别人的续贤 可是她母亲的续贤 已经是极好的 至少父亲当时年轻 风华正茂 又和她情投意合 而父亲又是宁国公 这样的好事 可不是谁都能够碰得上的 她白芸汐 还能有那么好的运气 和自己的母亲一样 也找个这样的男子来当夫君吗 她紧紧咬着下唇 都咬出血来了 还是白木槿劝道 妹妹 还不给皇上赔罪 难道你想担下这抗旨之罪吗 白芸汐咬牙切齿地看着她 恨不得上去 把白木槿的瘦给咬一块下来 她狠狠地说道 你别得意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你以为扳倒了我母亲 父亲就会给你多点怜惜吗 别痴心妄想了 不管我是嫡女还是庶女 父亲心里最爱的女儿 永远都是我 白芸汐已经没有什么好 让白木槿嫉妒的了 她以为这才是白木槿的致命声 因为白氏祖根本就不在乎 白木槿这个女儿 白木槿微微一笑 汐儿 先向皇上赔罪 抗之不尊 谁都救不了你的 她在乎吗 白氏祖所谓的怜惜和父爱 说前世 白芸汐当众说出这番话 她定然会痛心欲绝 可是现在她只觉得好笑 她一个死过一次 不止一次要被父亲推向死亡的人 还会在乎什么是父爱吗 白芸汐也车笑一声 你不要强撑了 你记得你每年生辰 抛在观音庙前 灵树上的愿望吗 你每一年都在祈求 父亲能够在你生辰时 陪你吃一顿晚膳 这么卑微又渺小的愿望 可惜 自你三岁之后 再没有实现过 你心一定很痛吧 你还会痛上一辈子 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了 白芸汐大概也是被气疯了 或者说 她也深恨父亲 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站出来为母亲说话 她为什么 不坚定地要求母亲保留妻位 让她沦为庶女 所有的都是虚情假意 她前一刻 还把他们母女捧在手心里 这一刻 就可以弃之不顾 她也不想再给她留面子了 白氏族的脸色越发地惨白 她怒声道 稀儿 不要胡说 快给皇上清罪 白芸汐惨淡地看了一眼白氏族 父亲 您可以求皇上 求皇上不要变母亲为妻 她成了妻 我和宣弟就是庶出了 你要我们以后怎么办 她最关心的 不是母亲到底是不是妻 她只是不能忍受 自己变成庶出 画上庶出的米粪 不仅是她 她的子女也会跟着受牵连 就像她自己一样 宣弟就失去了继承权 白家的一切都会是白牧尘的 宣弟只能分得微薄的一点家产 根本就不会再有出头之事 白氏族恼怒地瞪了她一眼 这是圣旨 你以为是儿戏 还不快向皇上赔罪 你想连累咱们一家子吗 皇上已经够脑恨他们了 若是再惹毛了皇上 真怕被贬吃到底 到时候白家可就真的完了 父亲当年也没少得罪人 要不是皇上在后面撑着 不知道多少人会踩上一脚 不必了 朕看你们妇女是没把朕放在眼里 白氏族 你可是交出个好女儿 罢了 让她成为庶出 也算是对她的惩罚吧 皇上到底是不会和一个小丫头骗子一般见识 对她而言 白家已经是日薄牺牲 不需要自己做什么 也会日渐地走下坡 白氏族赶紧地拉着白芸汐 把她的头往下 朕谢主龙恩 不必了 你不必恨朕 朕就已经很欣慰了 至于谢 朕可不敢奢望 白老国公 若是在天有灵 不知后不后悔 当初选了长子为记 白氏族低头不语 自古以来都是传长传笛 他自然是名正言顺的继承者 即便皇上不愿意 那也没法子更改 皇上懒得理会白氏族 为然父母 这难道就不能不辞不善吗 不尽到为然父母的责任 哪有资格要求子女孝顺 安平郡主 安平郡主 你的府邸 朕已经赐下了 就在西大街 原来是朕的二皇叔的宅子 现在赐给你 你随时可以搬进去住 不必等到寄寄了 还有 朕允许你追讨你生母的嫁妆 陆氏不得拖钱分好 否则你可以依照天元旅 将其送入京兆衣衙门 告他亲战先夫人的财产 朕允许你